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烂桃花好桃花都没有 我觉得我整个人的构成 就是构成我创作能力 很有帮助一件事就叫寂寞 寂寞是创作很大的养分 然后我的寂寞一度是从小时候开始的 我很想很想的时候就知道我很喜欢说故事 然后这个说故事的能力可能 可能是因为几年 我是独生女 我以为我是独生女 就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其实是离婚以后嫁过爸爸 我爸有点是恋爱婚头了抢了人家老婆的一个 大家现在所谓的小王妈 我前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就是为了这复杂的家庭结构 然后每一次过年从出现一步要吵吵吵吵吵 吵到妈妈闹自杀 然后爸爸喝酒发酒疯 然后所以我从小就在这样子 无处倾诉的过程里面独自害怕 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鼓励自己然后长大 自己跟悲伤相处 我其实每天有一个时段一定会犯寂寞病 就是晚餐时间 我的寂寞病就会犯 我就是不够勇敢在吃饭这点上面 这个概念就会出现在 我可能不会爱你 好想吃麻辣锅 却老是找不到伴 那就是我的心神 我有时候好想吃麻辣火锅的时候 就是你只有一个人 那个是大 对我来说那叫最寂寞的时候 我的爱情都一路这样无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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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前面喊喊喊谈了七次恋爱 虽然都怪怪的啦 我有交一个小我六岁的男朋友 但是从那次之后到现在 真的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差不多二十五年了没有谈恋爱 混账他 是那个家伙 第一次恋爱 就是我第一次恋爱就碰到高手 所以人家已经三十岁我才十八岁 我失声恋 然后有非常偶像剧情节是 在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 就是学校有一个合作的美术社 但是我就说老板我想要什么 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学校 我说东方工作要美工科 就很骄傲 那个老板竟然就露出不屑的冷笑 然后我就很火啊 我说东方怎样 所以我第一次去跟那个老板买东西 就吵架 吵得不可开交 他就指着我说一定把你当掉 然后就惨了 但那个老师上课又非常非常的好 虽然我觉得有点惊讶 但是还是那个扭皮 就是说当就当谁怕谁 所以果然 只要是他的课 我都过不了 就是怎么过都过不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那个班上如果还没有过同学 你最好私下来找我啦 我就去按门铃 然后他一开门看到是我 所以他说你终于来了 然后这个老师就变成了我的男朋友 第一个男朋友 他在追我 所以整我 其实爱情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往往你 他喜欢你的原因 后来就是他会跟你分手的原因 就他当时觉得我很天真 我很可爱 我纯粹 可是后来这些天真很可爱 纯粹变成不懂事啊 不小心谈过一个对方 其实已经结婚的 有家世的恋爱 就是做了跟自己爸爸 同样自己 我原本觉得很单纯 我没有要破坏任何人的幸福 我们只要取用我们 不妨碍别人的那一小点幸福就行了 人的心是 是一个会膨胀的海绵 提到越来越想要吸收更多 所以我是在那一刻觉得说 我快要磨了 我就立刻我就喊了 傻车 不然我 我觉得我现在会更讨厌自己 我甚至没有办法 那么 那么 那么坦白的书写爱情剧 佑婷姐你是每一段感情 都有办法这么的 呃就是 有理性的去决定要 停止 我有方法我没有理性 我的方法就赶快谈下一个恋爱 我今天真的是觉得 就去经历爱情 就去经历渣男渣女 经历 经历完以后最重点是 你不要被他打扮 你要从他那边 至少要得到一件珍贵的礼物 你学到了什么 你其实每一次都是靠着 那个完美的试炼 你用完美试炼 包括你在家里痛哭流涕 你整个人不成人心 瘦了五公斤 然后你 你否定自己 然后你看世界不顺眼 这都叫完美试炼 但现在回头去想想 我所有的剧本就靠这七段给我 就是因为我的爱情停格在那个时候吧 初恋就是拿来失恋用的 要不然呢 天荒地老 祝福其实也是一种爱 找一个对的人 然后好好地去爱 一个 你跟他在一起 但是又可以舒舒服服做自己的人 其实幸福没那么难 就真的是大家 在一起的时候舒服 吃顿晚餐愉快 我现在只是希望有一个人是 有一些事情没说 所以他会说我知道 你不用担心 我觉得那比一个 让你冲破头的爱情来的 对我此时此刻的年纪来说 是更重要的一种力量